今天为大家介绍一部感人电影《别哭妈妈》 最近看了涉及性暴力题材的韩剧 想起了这部前段时间看过的电影 都说是既融入之后又予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利索 女主巴拉刚刚和自己的老公离婚 她和老公离了婚得到了女儿的抚养权 巴拉的女儿大美天真活泼 两个人经常像姐妹一样打闹嘻嘻 大美会向妈妈诉说着学校里发生的有趣的事 大美对自己的母亲无话不说 但是大美在一个情窦初开的年纪 喜欢上一个很冷酷的男生 大美的好朋友提醒着大美 黑毛是学校的坏学生 不过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大美根本听不进去 大美精心的为黑毛做了爱心巧克力 黑毛收到了大美的信息 约她在顶楼见面 大美一个人拿着礼物来到了顶楼 黑毛收到大美的礼物 脸上并没有任何的表情 黑毛突然朝大美走去 大美很害羞 可旁边突然传来了两个男人的笑声 让大美想不到的是 这就是一个圈套 和黑毛玩得很好的两个人 黄毛和白毛 三个人一起强奸了大美 并且还录了视频 画面一转 大美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母女俩一见面抱在一起痛哭 但是一切都晚了 母亲平复好女儿以后 来到了警局报警 警察把强暴大美的三个变态 抓到了警察局里 仗着自己是未成年 三个人并没有一丝的悔意 甚至还当着巴拉的面 谈论着对大美做的事情 巴拉听到以后 愤怒地抓住白毛的衣领 却一把地被白毛推到了地上 巴拉在警局里大声地痛哭 巴拉找到三个变态的父母理论 但是变态的父母也是变态 三个人的父母 趋高气昂地面对巴拉 其中一个还想拿钱了事 巴拉忍无可忍 他决定走法律程序 他相信法庭会给他公道 但是因为三个人 都是未成年的原因 最后法院判定黑毛和白毛 无罪释放 而黄毛判了一年还是缓期 巴拉崩溃了 自己的女儿被糟蹋成这个样子 怎么能无罪呢 回到家的巴拉和大美两人 没有了以前的笑容 而三个变态回到家中 就像美式人一样 三个人因为被告上法庭怀恨在心 他们又把之前拍的录像 威胁他来到自己的家中 不然就把视频发到网上去 于是大美再一次地 被这些变态给侵犯了 大美从一个天真开朗的少女 变成了一个遍体鳞伤 没有灵魂的躯壳 她站在镜子前眼泪缓缓地划过脸颊 但是大美没有忘记妈妈的生日 她来到蛋糕店里 给妈妈订了一个蛋糕 并在蛋糕上写上了四个字 别哭妈妈 回到家的大美 趁妈妈出门时 躺在浴缸里隔腕自杀了 大美死了 巴拉看着这个空荡荡的家 感觉生活没有了任何意义 此时的她才发现冰箱里的蛋糕 看到蛋糕的她气不成声 巴拉在整理大美的遗物时 发现了大美的手机 发现上面变态威胁大美的话 巴拉点开视频里面 全部都是女儿被折磨的画面 她亲眼看到被折磨的女儿 再也压制不住心里的愤怒 她拿着手机找到了黄毛 拿着手机作为证据 要把黄毛送进监狱 而黄毛则拿起木棍 把巴拉打倒在地 这一次巴拉不再依靠着法律 她要用自己的方式惩罚他们 巴拉用大美的手机约黑毛 来到了天台见面 黑毛转过身 巴拉拿着匕首指着她 此时的黑毛害怕了 她声称自己也是受害者 说自己其实是喜欢大美的 黑毛拿出手机 B指则是她与大美的合照 巴拉相信了她说的话 巴拉找到了白毛的住处 白毛像没事人一样玩起了游戏 而巴拉拿着匕首来到了她的身后 白毛发现了 但被巴拉一刀割喉 巴拉又找到了黄毛 黄毛也没有任何害怕 还说女儿死了还来找她 晦气之类的话 巴拉则开着车朝黄毛撞去 警察发现了两个人的尸体 查看了他们的电脑 发现真正的幕后黑手竟是黑毛 巴拉觉得已经为女儿报仇 准备自杀 就在此时 警察打了电话告诉巴拉 说黑毛才是幕后主手 巴拉愣了 她竟然当初相信了黑毛 她拿着刀来到了学校 此时的巴拉正拿着刀刺向黑毛 警察掏出枪让巴拉住手 但是巴拉并没有停止 看着眼前害死女儿的杀手 看似一副满脸无辜 其实却是人面兽心 巴拉拿起刀 骗了自己性命 勤手为女儿报仇 看这样的影片总是有一种压力 在开头温暖的情节中 始终悬着一颗心 当法律不能维护正义的时候 于是只好用自己的方式 获得心灵的解脱 在开头温暖的情节中